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Unique组成组员身份宣布成名出道 2015年 出演青春励志电影《梦想合伙人》 同年 随组合获得酷音乐亚洲盛典本年度国内最佳新人奖 和《京教爱奇艺之夜》颁奖典礼年度音乐大奖 肖战是中国内地男演员 歌手 2015年 以参赛选手的身份参加浙江卫视才艺表演培养唱歌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 2017年 在古装言情热血传奇剧《狼殿下》中 扮演四海为家的阿卡丽急冲 《我的皇帝陛下》在腾讯开播 肖战凭北堂默然一决出路锋芒 大家都知道 肖战 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走红》 一夜就晋升一线影星 走红后 却非常少见到他们同场 或一起出演电视 免不了有一些缺憾 终究两人都有自己的发展 在2019年11月初的时候 在《陈情令南京演唱会》上 肖战对王一博情深告别 云梦将是为无限告辞 随后鞠躬问候 情深意切 悠悠不舍 却又十分决然 显视频上也打出了四个字 后会无期 寻回演唱当日 王一博也出文告别 配了一张散开发带的相片 有网友推断 寓意为绑定 即是跟蓝忘机道别 也是跟魏英道别 道别往日 才会出现新的人物角色 也就是告知大火 陈情令告一段落 望线组合告一段落 无期也将不会在同台演唱 从今以后两个人风雨同舟 分别打开新的篇章